英哥是一個陶瓷之鄉 也是一個陶瓷發展的重鎮 因此也有人說 這個英哥是台灣的景德鎮 那麼幾環一些陶瓷製品 在英哥都有它發展的歷史 因此英哥早已經成為 台灣發展陶瓷歷史最悠久 而且最完整的一個重鎮 一般搖曳它的前身是芋蓉磚廠 是專門生產建築用的紅磚 那麼後來因為建築用的紅磚 被一些現代化的建材所期待 所以我們在民國70年的時候 引進全自動化的生產設備 專業生產地磚 壁磚 以及實營磚 那麼到今天也大概有40年的歷史 新設備的更新 鮪都小燥 新設備更新 主要有驅革 鮪都小營磚 鮪都小營磚 熊都小營磚 甚至小營磚 而且中營磚 都小營磚 也to a 成功 新設備的更新 主要要求能環保节能 除了废弃能回收 利用更讲求环境的整洁与舒适 我们现在引进最新的空墨印刷的设备 最主要产品的印刷技术上 也千变万卦 客户的需求也更为完善 我们不一定要把事业做得很大 但是我们希望把事业做得很好 是要追求全体员工 在精神以及物质双方面的成长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顾客 并不是只有在购买我们的尺寸 而同时更是以使用我们的产品为荣 发展成为一个勇气 以及成功经营的信物企业 也提供社会一个进步与和谐的动力 和谐的利用方式 看到统筑的肉体 与我是一种项员工